在这一边它说我的second term of a gp gp看到它是gp啊 所以我的t2等于1.2 t2等于1.2的时候就ar等于1.2 这个是我equation1 然后它的sixth term 这个是我的t6 so t6等于19.2 t6是ar5等于19.2 这个是我equation2 然后它叫你找它的first term跟common ratio so我的equation2来除我的equation1的时候 它就会有ar5除ar等于19.2除1.2 然后这一边a1 这个剩下4 然后这一个呢 它会是等于16 ok我的19.2 19.2除1.2的时候 我拿到的是16 所以我的r4等于16 我的r呢会是等于加减square root16 6等于加减2 ok在这一边呢 你就可能会问哦 为什么它是要放加减的呢 因为我们知道一样东西 就是说我们知道 你看啊 我有减1power4 它会是等于 我减2power4 它会变成16 然后我的2power4也是16 所以我的rpower4等于16的时候呢 我的r可以是加减2 so你看在这一边 你的这一个 减2power4 你拿到的是16 然后2power4也是16 ok 这一个呢 它就similar to 那一个x2 那个x2等于 呃 什么 9 然后我的x等于加减square 9 然后它会变成加减3 然后就是 它是power2 ok 就是说它的是 power 呃 2 4 6 8 10的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ok 为什么呢 你看我的刚刚这一边的 这一个-2power4 然后我的-2power6呢 它也会变成64 然后我的-2power8呢 它也会变成256 它negative power双数的话 它都会变成positive的 然后可是如果我的这个 它是7的话呢 它就-128 然后如果它这个是3的话呢 它就是-8 所以我的power3呢 power3呢 我不需要放加减 可是power2 power4 power6 power8的 我都要放加减 这样 所以在这一边 我的r等于2的时候 我就sub我的r等于2 into equation1 我就a乘2等于1.2 然后a等于1.2 除2等于0.6 然后我再sub我的r等于-2 into equation1 a乘2等于1.2 a等于1.2 除.2 然后它会变成negative 0.6 所以我的a等于加减0.6 然后我的r会是等于加减2 这个就是我的答案